大家好,我是大喵 今天要给大家说一部带点科幻色彩的爱情片 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 又名暖暖内寒光 2004年的情人节 乔尔疲惫的醒来,没有去上班 搭上了前往蒙泰克的火车 乔尔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去这个地方 海滩很冷 乔尔拿出日记本 发现了日记有被撕掉过的痕迹 但是他不记得自己有撕过 乔尔开始写日记 似乎是这两年来头一次记录 随后,乔尔在海滩上 邂逅了一个穿橙色运动衫的女子 她有着一头蓝色的头发 她叫克莱 很奇怪的,他们互相被对方吸引 就好像似曾相识 第二天晚上 乔尔和克莱在结冰的查尔斯湖面上约会 度过了人生中最棒的一个夜晚 乔尔后来说 第二天早上,乔尔开车送克莱回家 克莱说要去乔尔家睡觉 自己先回家刷个牙 乔尔在门口等他 这时,一个年轻男子出现在乔尔的车窗前 问他在这里干啥 乔尔一脸懵逼 序幕结束 先把这段放一放 故事回到几天前 乔尔跟女朋友克莱大吵了一架 之后的一天 乔尔提前买好了情人节礼物 去跟克莱赔罪 发现克莱跟一个年轻男子在一起 他看乔尔的眼神就好像不认识一样 乔尔非常傲慢 原来,克莱找到了一家叫空白的公司 让他们帮他把关于乔尔的记忆全部删除了 得知真相的乔尔非常生气 他决定自己也去做这个手术 把克莱也忘掉 手术预约在情人节前一天 乔尔收拾了所有关于克莱的东西 相片,衣服,礼物 撕掉跟他有关的全部日记 在手术室里 对着所有的物件进行回忆 建立关于这些物件的影响 晚上回到家后 技术人员来到乔尔的家里 根据之前建立的影响 对乔尔进行记忆删除 手术过程中 按照从今到远的时间顺序 乔尔跟克莱有关的故事 会被一件件删除 先是手术室里的那段记忆被删除 接着记忆倒回到几天前 乔尔因为克莱半夜出去喝酒的事情 大吵了一架 乔尔说了很难听的话 克莱一气之下收拾东西出去了 梦里的乔尔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意识 直到现在正在进行洗脑手术 他开车追了出去 但是追着追着 画面开始模糊 商标消失 这段记忆被删除了 手术外 年轻的男助手接到了克莱的电话 赶去他家里陪他 原来 男助手在克莱清除记忆时爱上了他 于是在他清除记忆之后 迁虚而入 成为了他的男朋友 又在乔尔手术时 偷偷带走了他的资料 企图通过伪装成乔尔 博得克莱的欢心 甚至是情人节礼物 也直接拿乔尔买了陪罪的礼物送给克莱 不过克莱还是好乔尔那一口 礼物他很喜欢 随后 克莱让男助手带他去结冰的查尔斯湖 他们躺在冰面上 男助手说着乔尔的日记里写的话 但克莱感觉不对劲 起身离开 再回到手术这里 乔尔被删掉那些充满争承的回忆后 慢慢回忆起跟克莱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他开始希望医生能够帮自己保留回忆 他想要停下来 然而手术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了 他开始想办法 拉着克莱一起跑 但即使跑得再快 只要他还处在手术前建立的影像中 记忆就会被删除 于是乔尔带着克莱 藏到了机器不能发现的记忆深处 乔尔小时候的记忆中 已躲避被删除的秘密 手术外 记忆男发现乔尔跑到影像外面去了 找不着了 之后打电话给主治医生 医生来了之后 又设法把乔尔找回来了 只要乔尔再跑出去 医生都能把他找回来 乔尔崩溃 任凭医生将他带回到跟克莱有关的记忆 再进行删除 最后一段记忆 乔尔来到了最初跟克莱相似的蒙泰克海滩 克莱顶着一头绿色的头发 穿一件橘色运动衫 显得与众不同 乔尔则显得忧郁与颓废 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彼此互相吸引 但抵不住记忆被删除 他们做了最后的告别 乔尔的记忆被全部删除 第二天醒来 今天是2004年的情人节 乔尔没有去上班 搭上了前往蒙泰克的火车 于是就发生了视频开头 序幕的那一段 接着 克莱刷完牙出来 发现自己收到了一封信件 原来 空白公司负责清除记忆的女助手 发现自己的记忆也曾偷偷被抹去 一气之下 将手术者的资料都寄款给了本人 乔尔跟克莱都拿到了他们手术前自述的录音带 各自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 乔尔家的走廊里 乔尔跟克莱说 自己没办法不爱她 但克莱说 他们迟早还是会互相厌倦 乔尔怂耸肩 说OK 克莱似乎也同意 两人尴尬一笑 故事到这里结束了 在乔尔的心里 克莱仿佛是一抹永恒的阳光 即使记忆被删除 但两个相互吸引的人 是无法被阻止的 且让我们记住共同走过的岁月 记住爱 记住时光